在佛罗里达州 副总统彭斯谴责有人在纽约时报上 匿名抨击特朗普是可耻的 任何想匿名发表评论 诋毁这位为国家提供了非凡领导力的总统的人 都不应该为这届政府工作 他们应该做体面的事 他们应该辞职 副总统彭斯 国务卿蓬佩奥和其他内阁成员 也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举动 纷纷发表声明 否认自己是文章的作者 纽约时报称作者是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 这名匿名作者声称自己是特朗普政府内部 安静地抵抗的一部分 目的是挫败总统的部分议程内容和他最坏的倾向 总统在推特和在白宫发泄了他的不满 没有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做到过我们做到的事 所以当你告诉我一些政府内幕匿名消息来源 可能是一个堕落的人 可能是出于错误的原因留在这里 没有 纽约时报正在堕落 许多民主党人持有不同的观点 包括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艾德·马基 这篇专栏文章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 白宫有人非常担心我们的国家每天都在遭受破坏 我认为我们应该严肃对待这一点 共和党人普遍支持总统 包括众议院议长瑞安 很明显这个人生活在不诚实之中 这对总统没有帮助 在我看来 如果你没有兴趣帮助总统 你就不应该为总统工作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表示 对特朗普来说 总体的政治影响可能微乎其微 我认为这不会改变人们对特朗普的看法 他们喜欢或者不喜欢他 他们知道这个故事的基本内容 但其他一些人认为披露的信息令人担忧 其中包括民主党分析人士凯斯勒 在特朗普政府 在白宫和他的核心圈子里 有很多人就是不喜欢他 不信任他 认为他不能胜任总统 或许不适合当总统 福杰说 特朗普的支持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我将与这些民意调查进行对比 民意调查显示 普通共和党选民基本上都支持特朗普 他不是一位受欢迎的总统 但他在共和党选民中很受欢迎 最新争议也进一步证明 特朗普将成为11月国会中期选举的关键议题 美国金记者马龙 华盛顿报道 我们爱了加拿大 他们是我们的旁边的旁边 我们有很好的关键 他们在很多年纪 但…